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岩山夜市的台北橋頭滷肉飯 這是這一攤正面的樣子 剛開店就人家排隊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一家開店你準確抓時間 最好是要抓六點半 六點開燈但是要全部都準備好了 已經快要到六點半了 感覺就充滿古早味 我先拍一點切食物的鏡頭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就沒有時間拍了 我先拍了幾點半 可以看得出來店家生意真的是蠻好的 比較適合來吃宵夜啦 趕時間會比較不適合 像我比較趕時間就比較不適合 我不曉得這麼晚才開 好 烤肉飯然後滷肉飯大 然後我還要那個滷白菜跟綜合湯 帶走嗎 這邊吃 好 謝謝 好那等了大概非常非常久 那只能坐7樓下面3桌 好那來這邊吃就有心理準備要排隊排比較久 好那大爐改小爐啦 店家也很忙 好那現在就趕快吃了 好肥這隻的控肉 好現在就吃吃看 好甜鹹甜鹹的啊 控肉味道也不錯吃 但是還沒有煮的很軟爛啦 雖有入味但是沒有很軟爛啦 口感還不錯就是這種古早味 天鹹天鹹的 然後豬肉的原味 還有醬油 有 好 你又欠一個什麼白菜到什麼 就白菜 好 OK 大餐喔 還有大餐 開心 這一塊比較入味 應該說煮的比較軟爛 確實蠻好吃的 醬汁比較清爽一點 酸菜就甜酸甜酸的 謝謝 多謝 這家最著名的是洛肉飯 現在又試試看 我要當孝順的孩子 可以看出來飯比較濕一點 上面還有一個小廠 好的肉飯好吃 甜鹹甜鹹的 肥滋滋肥滋滋很有味道 我覺得是90分 這個滷汁的味道很香 飯比較黏一點 口味還不錯 就這個充滿膠質的感覺 飯比較濕一點 滷汁的味道還蠻棒的 很棒 很棒 因為白飯要是厲害一點的話 整體的搭配就很棒 就差在飯沒有那麼好吃 然後再吃這個白菜乳 因為今天比較緊急的開店 所以它就還沒有很入味 算是滷白菜湯 然後白菜還沒有很入味的狀況 所以分數就 就75分 平常應該比較厲害 好 下次我可能找個比較充裕的時間 八九點來是可能是 它的味道會比較好的時間 今天它剛開店就可能比較急一些 好 包括我自己現在也比較急啊 我已經快遲到了 好 最後是重鹵湯 料感覺蠻多的 嗯 嗯 好 這個好吃 好 這個就從前 發揮出這個店家的實力 它有藥酒的味道 好吃 然後煮著很入味 好 這個讚 這個我覺得有95分 欸 這個莫菲是 好像租的 好好 就問店家 什麼都有 各種內臟類 還有這個藝人 很棒 這個就很好吃 讚 好 這個我覺得很推薦 好吃 好吃 好 最後總共是185 好 謝謝 抱歉啦 對不起 好 這樣謝謝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可以看到這個排隊人潮 超超超超超超超誇張 好 那個就是可愛傳統的岩山夜市 這邊還有這個清心湖泉 原本我也要吃那個炒扇魚麵的 他今天沒有開啊 好 叫小小一段街景 但是可能會 感覺我有比較 匆忙的感覺啊 對 好 好,生意好的,好幾家啦 好,生意好,生意超多人啊 就打氣一下,來來來,打氣一下,來,打氣一下,阿伯喔 好,irus,讚 好,那就各位有一個愉快的週末,拜拜 努力努力,謝謝你,謝謝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了 謝謝,謝謝大家